繼續開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案有 審查委員邱毅盈等18人 理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一及第86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7人 理據政府採購法第96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以上兩案合併尋答宣讀完畢 現在請邱委員議員說明提案料紙 請邱委員議員說明提案料紙 請邱委員議員說明提案料紙 邱委員不在 現在請王委員定宇說明提案料紙 現在請王定宇委員說明提案料紙 請王定宇委員說明提案料紙 黃委員不在 現在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吳主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公程委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 就邱委員議員、黃委員秀芳及黃委員定宇等委員 擬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一 第86條之一及96條條文修正提案 提出本會演義意見,盡請參採 公程委員議意見 對於區委員、郁瑩、黃委員、秀芳等 提案修正採購法第85條之一及86條之一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重點 修正採購法第85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 增訂履約爭議得向仲裁法設立之仲裁機構 申請調節修正同條第二項之第四項 民定仲裁機構辦理調節之程序及效率之規定 第二、增訂採購法第85條之一 民定仲裁機構委員之組成及授權訂定仲裁機構之調節規定等 工程委員議意見 第一、政府採購契約屬司法契約對於理約爭議之處理方式 有多元之爭議處理機制可以來運用 調節仲裁或雙方合約之其他方式均屬可行 依現行仲裁法規定 企業雙方合約向仲裁機構申請調節 尚無需與採購法增訂 第二、採購法第85條之一 第二項 民定廠商申請調節者機關不得拒絕 從採購法第四處條規定 仲裁機構得依當事人之申請 經他方同意後 由雙方選定仲裁人進行調節 原修正條文同有一月仲裁法 三、依扁會申訴會 近三年每年受理調節件數 結案件數及平均天數統計來看 108年平均每件法定處理天數的93天 編會過去曾調查各機關 十年間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 依採購法、仲裁法及民事訴訟法規定 採調節仲裁、釋送至平均處理時間 調節為七個月、仲裁為1.14年、釋送為2.08年 調節至平均處理天數較短 令實體半節案件 調節成立率與近三年逐漸遞增 至108年成立率大約78% 四、編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建議修正條文 需配合第一項文日和增定 編會認為第一項無需修正 第二項至第四項義務無需修正 第五、仲裁法之調節修正事宜 使法務部權責 如預參採採購法之調節程序 以委員會方式定之 應修正仲裁法 使不宜將仲裁調節相關程序 至於採購法規定 中上便提案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王委員定義提案修正採購法第96條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重點 修正96條第一項 增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 規定優先採購取得MIT微效標章使用許可 並得允許百分之十以下之優惠價差 修正第三項 授權由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 訂定適用範圍及實施辦法 工程會引益意見 機關辦理非適用我國遞解之條約或協定之採購 得以於招標文件明定 只允許我國廠商及原產地為我國之產品參與投標 採購法第26條第三項規定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名稱或商民 專利設計或形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 以在招標文件內 柱品之如或同頂品質樣責不再出現 查經濟部工業局定定之臺灣至MIT微效產品實驗制度推動及管理要點 第二點 以災民此注度 需由業者志願參加 本機關個案採購 如要求或提及MIT微效標章 依採購法第26條第三項規定 應於招標文件著名或同頂品質樣 採購法第96條優先採購環保產品之規定符合國際趨勢 且以非適用政府採購協定之案件為適用範圍 上不違反國際政府採購協定 將MIT微效標章至於該項規定中 於該項前後文鎖定 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標章 產品或其原料之製造 使用過程及廢棄物處理 符合再生材質 可回收 低污染或省能源 顯非相當 又對於取得MIT微效標章之產品 允許價差優惠 對於其他未 申請取得MIT 微效標章之產品 顯差別待遇 中上 有關MIT微效標章之推動 以回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法律定資 便提案 建立維持現行條文 為 扁會可以來 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延商 看如何把這個部分來做一個推動 進行 至於重上說明 扁會對於貴委員會 審查邱委員議員 王委員秀芳 及王委員定義等 請委員凝聚採購法第八十六條之一 第八十六條之一 及第九十六條 修正提案之原意意見 進行各位委員參財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現在請邱委員議員說明提案要指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員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同仁 本席現在來說明我所提案的這個修正草案的提案 來做一些說明 依照現行的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的規定 我們現在只有政府設立的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可以來辦理廠商跟行政機關之間的履約爭議 但是由政府機關自己所設立的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來辦理廠商跟政府之間的履約爭議 一直以來都有求援兼裁判的疑慮而難其公正 所以本席提案修正八十五條之一的條文 並希望增定八十六條之一的條文 增列廠商之履約爭議 除了可以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以外 我們還可以依法向仲裁會設立的仲裁機構申請調解 等於說讓廠商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那這樣子呢其實是可以符合世界潮流 也可以讓廠商跟相關的機關有選擇調解機構的權利 那如果依法以這個修法成立的仲裁機構 辦理政府採購履約爭議的調解 不只可以輸減剛剛我們主委所講的 你們的這個案子成立了多少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案子是累積的 如果能夠有多一個調解機構來進行良性的競爭 其實也可以有效的減少單一調解機構的 這些諸多的病端 更何況現在的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的大會主席 其實是我們的行政官員 那行政官員來採處這些廠商跟行政機關的這個調解 到底所做出來的調解建議是不是公平 會不會求員兼裁判 很多的這些廠商其實內心都是有苦難言 所以本席的提案 只是讓我們的廠商或者是政府機關 能夠有多一個選擇 而不是否定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的成立存在 那假如我們這個案子能夠來修法通過 依據監察院的這個調查報告 工程會採購申訴調解委員會對於工程調解案件 分派調解委員調解的時候 有過度集中於少數調解委員之現象 所以很多的廠商自難以信任 所以本席期盼 希望交通委員會的各位委員們 或者是我們立法院能夠來審理這個案子 讓我們的這個調解能夠有多一個選擇 本席再一次強調 我們並不是否定採購申訴委員會的存在 而是希望能夠多一個仲裁機構 多一個調解機構能夠讓這些廠商 或者是讓我們的行政機關有多一個選擇 甚至也能夠紓解我們原來的審議委員會 的這個審理案子的壓力 以上報告 謝謝 現在進行尋答 先宣告以下事項 尋答時間出席委員6加2分鐘 略席委員6分鐘 暫定10點30分 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10點30分截止 各委員如有臨時提案請於10點前提出 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洪孟凱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主席好麻煩請我們吳主委 請吳主委 主委你早 所以我想現在疫情期間 大家各行政機關部會也都是在針對疫情來做這所謂的超前部署 那我想主委你應該也都有注意到說 營建業其實過去以來缺工都是長期的一個因素 那這兩天本席也受到媒體的一個詢問 有在講是說 現在這個缺工的狀況其實也是非常的嚴重 那我想請教我們國內失業率這樣節節的攀升 那請教說針對我國的工人的這樣的一個人才的部分 因為我們也看到說民進黨政府一直強調 科技大廠台商也都回流來到台灣來做這個蓋場 那我們工程會這邊有沒有相關的超前部署概念 因應這波疫情來給我們台灣的這個工人的缺口 有一些這個增進的一個空間 謝謝黃委員的指教 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工程會一直以來都在努力 那麼多方面來著手 第一個就是首先國內 雖然說失業率很高 但是工人確實是不足 這個原因是長期以來對於 這一個社會這種演變的結果 那麼這種困苦的勞工跟技術工 沒有去妥善的培養 那麼而造成這方面的不足 是 主委您說到一個重點喔 其實就是我們長期沒有做一個妥善的培養而造成不足 其實相較其他部會 譬如說觀光局 他在這一段疫情期間 因為這個 旅遊的人才 暫時沒有這個工作 也有所謂的 訓練 培養的計畫 那我想請教 我們工程會在這一段時間 有沒有打算說類似 讓開設學習技能的這個短期的一個訓練 一方面可以讓年輕朋友 或是讓一些這個沒有工作的人員 能夠來做一個學習的計畫 那也拿到一些相關的補貼 另外一方面 也真的是學習了相關技能之後 之後可能可以投入我們的這個工人的一個市場 主委您怎麼看 我們現在這個多管旗下 首先對於培養這些技術工聯的部分 我們已經跟內政部、營建署還有勞動部、相關機關來結合 那麼來培養、訓練這樣的一個人才 同時給予證照助度 保障他的權益 長期來講 這樣才是根本之道 主委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疫情這段時間 真的說實在話 相對來說 不要想說 這個只有衛福部的事情 只有外交部的事情 其實各部會都一樣 我們也把握這個疫情的黃金時間 有人說半杯水 有人看到只剩半杯水 有人說還有半杯水 一樣的道理嘛 疫情期間有人看到是全面百頁蕭條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積極的話 也可以說 這個時候就是大家可以投入趕快培育人才的時刻 也因此我希望主委 您是不是之後請同仁整理一份資料 就是說現階段工程會跟相關的部會有怎麼樣來培育國內人才的一個計畫 好不好 另外 主委我想請教 我們之前有看到勞動部有在日前表示說 因應營建業的缺工 也打算要取消 這個公共工程總監100億以上的一個限制 就是要增加外籍移工的一個名額 那本席去做了解 發覺說今年一月統計 就已經有高達4400多位的外籍移工 在台灣來做一個工作 那其實跟2018年2019年 一整年來講都差不多4000多位 其實我們今年算是外籍移工人數比較多 那如果說再加上勞動部4月打算 再解禁100億以上的這個限制的話 那會增加預估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這邊 預估會增加1382位的外籍移工 主委請教 那因應現在因為東南亞的疫情 可能都還有路徑都還要管制14天 我們有沒有做相關的一些規劃或措施 有的 那麼首先對於因應剛剛前面所講的 現階段國內的勞力勞工技術聯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目前營造業的工人確實是不足 因此需要引進營造的相關的外籍勞工 那這個部分以目前來看 的狀態 那麼整個這個引進外籍勞工部分 大概有七十幾萬的這樣的一個全部 嗯 那麼營造業才四千的這一個部分 是 那麼事實它的貶這個這個市場上面啊 實地是不足這樣 嗯 從這個失聯的外籍勞工來看 他們失聯查處的結果 很大的一塊 跑到營造勞工去 嗯哼 顯然這個工需啊 產生了一個失衡 是 所以現在在講增加部分是這一塊 怎麼樣讓它把它正常化 對 合理的來做分配 那麼但是呢我們 貶地勞工的訓練剛剛講的 我們還需要努力 是啊 主委 我 我花了一分鐘時間給您來做回答 但是 本席的問題是說 勞動部現在 你有注意到嗎 勞動部現在要取消這個 一百億的一個限制嘛 對不對 那就是可以增加外籍勞工的一個 原額 來給營建相關行業嘛 那如果說 一取消總工程金額門檻限制的話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估計是 會增加一千三百八十二位的外籍移工嘛 那這四月勞動部會來 上路的一個新的政策跟措施嘛 當然因為可能疫情期間 目前勞動部只有 之前 據報導 是先講說 預計四月上路 但是還沒有正式實施 但一旦實施 可能這段時間 馬上又會有一些外籍移工 有可能可以進入 本席只是要強調 利用這個機會要說 不管是 勞動部相關部會也好 或是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其實 如果說 該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我們也要 針對這個部分來超前部署 千萬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造成是一個疫情的破口 因為還是一樣 有可能外籍移工他來台灣 幫助我們建設 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他可能相對來講 經濟 這個資源比較少 那絕對不要讓他們 沒有相關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措施 而造成有可能的破口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個部分事實上 所以在二月份 我們就已經發出全面性的公函 要求各工地 要注意這些防疫的作為 好 不能造成這個破洞 好 謝謝 所以另外 今天我們採購法修正案 我想 我們兩位提案的委員 等一下也都會再做一個說明 其中本席要提到 本席也想到去年 我們這個號稱台灣有首座的這個 移動的集集美術館的彩繪列車 到最後也爆發是說 這個車廂的石虎圖案不像 是因為這個是商業圖庫購買 本席先不討論這個爭解點的爭議 但是 我只想是說 在整個公共工程採購案裡面 是不是有哪些 你有沒有針對這一個個案 來去討論是說 這個過程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瑕疵 因為有可能大部分的招標案 承辦人員面對複雜的案情 跟法令規定 還有可能承辦人本身也沒有那麼足夠 單一個案的專業 那我們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去做檢討整個流程的一個 預防下一次再發生的一個狀況 對於這樣的個案的發生 工程會 那麼都會做一些檢討 那麼在制度面 在俗行面 應該改進數項都有去做檢討 是 有針對 好那這樣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 比較專業 去年這樣的一個個案 檢視了之後 到底是承辦人員 他第一線的把關比較不利 還是說這個廠商比較無良 還是說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評鑑的過程裡面 沒有做好一個把關的動作 而造成軒然大波 當然 後續 我們又邀請了這個 原來的這個藝術家來到台灣 這又是一個美名 但是 當然每一個招標我們都希望是防範於未來 一開始就不要犯這個錯 主委是不是可以再說明一下 可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從採購的這一個人員的訓練 那麼該注意事項去加以這一個注意要求 另外對於廠商的不良情形 也應該同等對加以注意來做處理 所以說去年投標的這一個廠商 現在是有列為我們的黑名單 嗎 如果他有違反這個部分 他就 就會列入 就要看個案的狀況 主委請你再給我個確認好不好 就是說你請同仁這邊來了解 然後請給我個確認 那我只想說 利用這個機會 謝謝趙薇了 歹勢30秒 利用這個機會 就再一次強調是說 其實 本席看到 我們也不希望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這邊掌管相關的採購 所以說其實方方面面很多狀況 但是我們希望是從制度面上著手 讓好的制度只要定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比較妥善的因應各種狀況 而不是說 承辦人員到最後發生什麼事情 都推給到最後第一線的小承辦 我覺得這也不是我們政府部門應該有的作為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主委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等林俊憲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請王定宇委員再來說明提案要指 現在請林俊憲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本期邀請我們工程會的吳主委 請吳主委 請吳主委 其實那種採購的爭議啊 在過去也很多次的討論當中 我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可以適當解決的 能夠保障我們工部門的立場 以及廠商的權益 那就現有規定 採購網的第85條裡面 對於採購的爭議啊 通常 廠商會提出來的就是申請調解嘛 是不是這樣 好 那 調解 會遭到過兵就是因為 他向我們工程會申請調解 那工程會是裁判 對吧 那 一方是工部門 另外一方是廠商 大家都會怕說 工程會比較 關關相互 比較顧公部門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但其中啦 調解這個程序 其實應該要強化它的功能 其他黨人都不信任調解 這第一點 過去我們的調解成績 很快嗎 你的感覺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 採購法的調解跟 仲裁跟訴訟的這個部分不太一樣 那麼調解的部分 並沒有所謂的裁定的這個權利 那麼它是需要雙方合一 等於是你提出建議啦 那你現在的成功比例多少 他才能夠 你調解成績 調解的成功率大概70 將近10% 這樣算成績不錯啊 75%啊 78% 就是說 就是說 你調解在這個階段 就會解決七成五的裁股爭議 對不對 是這樣嗎 對 沒有錯 如果 調解失敗 第二部 一般就是怕仲裁還是怕訴訟 對 再進入到司法程序去 對 好 那如果你既然可以 調解高達七成五 為什麼 大家齁 都還是 就是 對你這個條件不信任 你現在要搶我仲裁啦 真的喔 很多廠商最後很不幸的 都走到訴訟了 那小事情可能在調解方面 可能比較可以 可以 可以完成啦 所以我希望喔 除了數字以外 就是調解成功的比例喔 那麼 調解不成的這25%啊 基本上我那種 你要去把那個分類出來啦 大部分都是 比較重大的採購啦 金幣比較多的 比較大的 剩下那些小事情喔 你西政府可以解決嘛 那真正啦 造成重大工程延宕 還是說 廠商權益喔 就是說有很大的損害 大部分都是 剩下那25% 那我再請教你一點喔 採購在85條 之一第二箱喔 在 調解的時候啊 工程會要怎麼辦 工程會會提出一個 調解的方案 建議啊 那不是這樣 對 就是說好 你們兩邊來講啦 我現在把你們條解啦 那條解了 工程會 是裁判嘛 你會提出一個 建議和方案 給雙方嘛對不對 對 但是啦 你只針對 工程級技術服務採購 工程會 才會啊 提出 一個調解的方案 就是說你才會提出建議啊 給雙方啦 主委你知道嗎 我了解 但是啊 對於財務採購和勞務採購 你就不會提出建議方案 請問你為什麼 我們怎麼有這個奇怪的規定 來 誰懂的可以來回答沒關係 可以幫主委回答 沒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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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你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嗎 主委 這時間不能夠停 主委 哈哈 哈哈哈 跟委員說明喔 工程會的調節 還是著重在工程爭議的部分 那麼對於財務的部分 那麼比較沒有去做處理 還有勞務採購嗎 沒有啦 然後如果是技術服務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喔 那這個部分啦 對於調節的功能 那我們就不完整了啦 同樣的財務採購和勞務採購 一年政府要各部會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那也花很多錢啊 那也會產生採購的爭議啊 然後這樣的爭議到工程會的時候 工程會就不給意見 因為你調節階段啦 工程會對於財務採購和勞務採購 他是不提供一個調節方案的 那這樣的調節啊 幾乎都不會成功啦 因為你沒有一個方案是要討論啦 那兩邊都有爭議啊 坐下來談再久也不會有 有一個結論啦 通常都會失敗啦 所以主委 我請你回去喔 你回去啦 你回去研究一下 查爾夫採購和萊夫採購 調節成功的比例有多少 你現在平均是75%嗎 這個部分我來 對不對 75%一定是因為你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兩邊都接受 可以 解決了 75% 但是啦 對於勞務跟財務採購 你是不提供任何方案的 通常都失敗啦 如果這樣 這個部分喔 就於工程會調節的這個功能 還有任務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缺失啦 如果 勞務跟財務案件很多 它調節成功的比例很低 你應該啊 工程會要負起這個責任 你應該也要提出 比照 工程級技術服務 也要有一個 調節的方案給他們 好不好 請你去研究一下 好 再來喔 當然 廠商一定希望仲裁嘛 如果仲裁跟速仲裁 時間大概差一半 如果你調節大概 會行喔 它check away就算了 但調節 如果失敗了 那剩下25% 通常都是很重大的一個工程 就會進入到下一個 就是仲裁 事實上我看這廠商很不願意 但我們目前的仲裁也有一個問題啦 在廠商跟我們的 公部門要仲裁的時候 仲裁準備程序啊 要多久啊 這個目前沒有規定 有沒有規定 這個是在從仲裁法裡面去規定的 目前是沒有規定嗎 目前是沒有規定嗎 應該他們有 他們沒有規定喔 好像你工程會這邊也不知道喔 就是說這個部門會拆到啦 這個是仲裁法那邊規定 我們這邊 他現在那個部分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他沒有規定兩邊的 比如說你殺仲裁人 我推個仲裁人 然後再 他們兩位再去 共推一個 第三個嘛 這個部分喔 因為他沒有一個時間的一個 限制喔 所以啊 這個部分喔 也是仲裁的一個漏洞啦 因為光仲裁準備階段啊 會用掉很多時間啊 有時候公部門如果要拖 因為他如果調節失敗 他不能拒絕仲裁嘛 我就跟你拖了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時間喔 我不知道你計算 我看金不精準啊 如果真的仲裁 走到仲裁 一年 1.14年喔 然後 然後一年三個月你就解決了 我看民怨不會這麼大 通常喔 恐怕都有更長一個時間 這個部分也請注意喔 你要了解一下 再來 我們仲裁人啦 就我們工程會 就我們工程會蓋管的啦 我們工程會管的是 那種採購正義的審議委員 是不是齁 你要做一個審議委員會 來把他們做條件嘛 那這些審議委員 誰可以擔任啊 他有沒有要一個資格限制啊 我們有相關的規定 像比方說 承認法官 檢察官 或行政法院評事者 承認律師 會計師 建築師 技師或其他採購專門職業 五年以上 還有承認教育部 許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 教授以上職務 三年以上 且 教授法律 或 採購 科學 學科相關的科技 還有政府相關領域 專門知識或技術 且在 該領域服務 好 主委應快時間的管理啦 那這個部分齁 我希望我們的成員的資格審查 要非常的確實 其實你如果照你講的 你七十五%到底 調節階段就解決 那這些審議的成員 組成的這些委員 他們就 非常一個重要 很重要 另外同時也請工程會 利用現在的防疫期間 過去很多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順利進行的工程 因為現在人比較少 要用這個時間 你可以督促各部會 就是那種進度延宕的 請他趕快去做 好 像江南部現在你做基調的這個跑道 台灣以前 台灣機場非常忙碌 哪有時間去做翻修的工作 那現在啊 剛好防疫期間大家都鎖國 他就趕快去做 不只 我是舉一個例子 像 過去很多 很多的工程 都是因為 他找不到一個 空缺的時間 可以讓他好好去做 我請工程會 應該把這樣類似的工程 盤點出來 用這個時間請大家 該管的單位 應該利用這個時間 趕快來搶做 同時我也肯定主委 我們已經在座會加強來做 我們肯定主委 就是 上面對閒置的工人工程 我們說的文資館 我們當然的黃金海岸 像主委你親自去看 立刻就對地方政府是很大的鼓勵 也讓他們有一個動力 也敦促他們 趕快來解決像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主委你直接到地方去看 工程會這樣去看 這個 就我個人感覺 效果非常好 但是要請你辛苦 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 閒置公共工程 工程會應該 像主委你這樣 趕快下去走 趕快把這些相關的 這種閒置的工程 能夠把它解決 好 謝謝 感謝主委 好 謝謝 我們現在請王定宇委員 說明提案要指 好 謝謝主席 針對政府採購法第96條一項 我們的提案說明 我也希望跟吳主委跟其他相關部會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修法 內容如果 會有違反相關的採購規定 或自愛難行 我們可以做局部的微調 但是我們希望把這個條文做 往前邁進而不是維持現狀 我們在第96條第一項 為什麼要修改 我們過去在推動Made in Taiwan的時候 其中微笑標章是最嚴謹的 連塗料 連每個螺絲釘 都要舉正式在台灣製造 它經過我們的金屬中心 經過我們的政府推動之後 現在參加微笑標章的業者 在過去留在台灣製造的廠商 越來越少的狀況下 其實是很可貴的 加上去年的美中貿易戰 加上今年的武漢肺炎 事實上 能夠把Made in Taiwan留在台灣 它不只是創造經濟 我們更希望創造的是 勞工的就業機會 而微笑標章是在裡面 百分之百台灣製造 那裡面事實上 微笑標章推動的狀況下 我們有一部分是參考過去 環保署推動的綠色標章 當然綠色標章 它講調的是材質 是條件 那我們這邊強調的是一個製造地 所以我們也特別花了兩年的時間 從林權時代 我就來談這個案子 當時討論到有關WTO GPA 政府採購協定 怎麼樣 不去違反締約國的責任 這一點我們希望在修法條文的時候 到時候主席 可以讓我們大家來好好討論 那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政府各個機關 除了保有採購的自主權 因為我看工程會的意見是 讓他們自己處理就好了 大家注意啊 過去到現在 就是讓他們自己處理 讓這個微笑標章 根本沒有用 我覺得去參加微笑標章的台灣 最終算 鼓勵到不會賠償 他花了很大時間 精力去做微笑標章 但是我們政府沒有提供 這樣子的採購誘因 所以 我們在這個修法當中有提到 在同等品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優先用微笑標章 那如果10% 的價格優惠 有不妥當的地方 我們可以討論 甚至本席都可以接受 可以拿掉 所以以上的提案說明就是 我們在推動這個 全台灣製造的微笑標章 它不只是一個 就業機會 我們更期待 在疫情告一個段落之後 在世界上要尋找 避免再次爆發的生產商業危機下 它更可以成為台灣的機會 也謝謝主席 讓我在這邊補充做提案說明 也希望我們這個法條 能夠充分討論後 盡速通過 謝謝 謝謝 現在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吳主委 請吳主委 吳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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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王定義委員講 這個我們兩個都有雨 一定要支持這個微笑標章 我說這個當然支持 我這個本來就很支持 這個在地經濟 在地採購 這個就是環保 有沒有 你不要花錢 要去國外 國外要運過來 有沒有 這個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金錢 而且要製造很多污染 這個九十六條之一 我們應該要支持 你支持嗎 那你看現在 微笑八道張 一般普通民間 的採購 比我們政府採購 還多了七倍以上 主委 您的意思咧 謝謝委員的指教 有關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委員 我覺得委員的提案 跟這個建議方向是對的 但是我們認為不需要在採購法裡面去納入的原因是說跟法令的規定的層次應該是不用在這邊納入進去 不用在裡面寫清楚 對我是覺得說應該 用提倡的就可以了 郭成會也不應該說任由機關自己處理 我們應該來負起責任 來跟目的室內主管機關 向經濟部 來討論 怎麼樣 在他那邊的相關法律規定 來把它訂定 來推動 這樣也可以 這個因為不是只有你的問題 還有經濟部的問題 我這兩個協想好 這是我們要朝向這個方面 NIT的這個綠色標章來做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2016年開始 我們就是從最低標 因為很多案子 都是因為最低標的問題 很多延宕 而且做得非常不好 品質也差了 那現在變成最有力標 那經過這幾年 那你認為工程會 主委 你認為那個工程品質有提升嗎 從這個品質的查核上面來看 那麼是有足聯在提升當中 那麼當然還要繼續努力 我們透過很多的機制 來引導它能夠向上來 例如像我們的金子獎等等 那這方面 還要繼續再推動 讓它提升過來 那你看最有力標現在的比例多少 現在的比例 如果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的比例 已經是相當高的比例 已經相當高了 已經是相當高了 有七成的比例 所以我為什麼要支持這個呢 因為重大工程 這個因為它比較金額高 第二個它難度可能比較高 而且設計材料比較複雜 那用最低標的話 當然你們都知道搶標 我們都當過公務人員 這個為了要來做這個工程 就是先最低標得標 最低標得標之後 以後再說 又要辦追加險 又要變更設計一大堆 搞到亂七八糟 我覺得這個最有力標還持續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監督 有的東西 可能地方政府或一些 有沒有 不法人士 會綁標這種情況 也會發生 搞不好是花很多錢 也做不了很多 做不了什麼好東西出來 這個我們要特別要知道 那營建業缺料缺工嘛 現在你都知道 我們很多重大工程 還有我們的六都 現在都蓋很多國宅 很多公共設施 都已經如火如荼在進展 那我們桃園第三行下有沒有 你也知道流標好幾次嘛 那現在很多人說 我在發新聞稿也有講 趁這個疫情 這個疫情一定會結束 絕對沒有問題 以現在的科技 醫療水準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時間並不知道 那能拖久 這個時間長短 我們並不了解 那機場剛好每次說 漏水啊淹水啊 唯有桃園的立委 你也知道嗎 每天我們的民眾都在講 這個機場啊 這個現代化機場怎麼這個樣 我們趁這個時候 有沒有 桃機公司要修繕 那我請問主委 你有沒有去協商 或是去幫他們督導 或是幫他們協助他們 有 有關這個新的設施 那麼預防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我們一再的在提醒各地關 要加以注意 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T3行下的問題 我工程會現在是積極的來 這一個面對 對 絕對要面對 來協助他們 那麼從 這一個 該檢討的部分 例如設計 不可行的地方 該檢討就要檢討 第二個 採購的速度方面 因為這麼大的標案 那麼它的採購速度 我們也建議它做一個調整 例如我們現在建議它用選擇性招標 就先有這個資格標 然後再規格標 再規格標 那價格標 那麼這樣 應該最近會比較順利 我想市西董事長也換了嘛 你也知道齁 機場的董事長也換了 人換了 速度有沒有 有沒有加快 第三行下 目前院裡面是由我來 這一個主廚專案小組 再協助 你是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本來我們重大工程 公共工工程委員會 就是要去主導 對 就要去介入 有沒有這個重大工程 對 我想不能再延宕了齁 好 到時候真的是 開放的時候有沒有 我看機場有人滿為患 有沒有有沒有不夠用 那一行下二行下 你們有沒有派人去看他 修復的情形 還有跑道 有沒有 每次說跑道 泥泥啊有沒有 都是為什麼 沒有時間來修 因為每天起落班次太多 進出人員非常多 一天就差不多兩萬多個人 沒有辦法來修 那現在趁 昨天 有沒有看到新聞 一個人都沒有 機場 國際機場 一個人都沒有 可以趁 趁這個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修閃 有沒有派人去監督 現在 這個部分機場公司 已經 趁這個機會 加快 加面的 這個全部 在進行當中 那你認為一行下 這麼久了 二行下 也相當久 尤其是一行下 幾十年了 四五十年 兩個機場 比起來哪個 狀況比較嚴重 修閃 修閃 委員是講說 就品質 人家的品質 它一些修復的 以兩個為重 就兩個機場 雖然兩個都是舊的 但是一行下是更舊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它老舊嘛 對不對 它每次就是塞住那個 水管有沒有 連廁所都會冒水 排水又不涼 對不對 當初的設計或是 我們當初有淤泥阻塞還是怎麼樣 你認為 二行下和一行下比起來 哪個比較嚴重 兩個的比較 我倒沒有去做細部的比 我覺得你要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一代換一代 一代都厲害了 那最前面的 不知道 後面的不知道前面的狀況 我覺得 你們是專業的 你們要去協助他們 好不好 好 那趕快去修閃 那剛才調節機制 納入仲裁機構 你認為可以嗎 欸 調節跟仲裁 它是不同的法律 對 你可以納入它的仲裁機構嗎 欸 這比較有效力啊 現在就是 剛才你有講啊 調節就是大家說 沒有什麼效力嘛 對不對 大家協調嘛 是不是 沒有什麼效力 但是這個調節喔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啊 如果你納入仲裁的機構裡面齁 那是不是更有說服力 更有法律依據 對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調節 剛剛已經有報告說 成功率達成率大概有75% 70% 對啊 所以是蠻高的齁 我們調節是一個 公道部的角色啦 嗯 要相互合議 那麼如果他 他選擇仲裁 那是仲裁法律裡面這邊的規定 那麼 他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我們現在很多 你們大部分都是對工的嘛 工部門嘛 齁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公司化啊 比如像我們的 中油啊 台電啊 我們的那個中華電信啊 啊 最近他們很多 標很多工程有沒有 很多問題出來齁 那他們要調節 他們也不願調節 要仲裁他們也不要 不要 為什麼 因為一個案子喔 還沒結束 他不能仲裁嘛 是不是 那拖了會很久 那可以是調節啊 如果我們今天調節有沒有 那如果我們仲裁機構 你們 我們官方有沒有 我們公公委員會可以介入 我們先調節 就不用等到仲裁那個地方 有沒有道理 這個先調節 我們會來 輔導來 協助機關來進行 這個會來做 可以嘛齁 可以 好謝謝 我們現在請李坤哲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下吳主委 請吳主委 請吳主委 主委您好 有關於公共工程委員會 列管的重大工程 其實我都一直認為 由管考疏漏之顯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 台灣的重大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列管的 有三大特使 第一 就是啊 一再的變更設計 第二 是展延公期 第三 是追加金額 這三大特質啊 對於政府的威信 以及公共工程的品質啊 都是非常大的衝擊跟傷害 請主委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對於 這些重大的列管公共工程 為何一再的發生變更設計 展延公期 以及追加金額的這樣的狀況 來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教 在公共工程 容易產生問題 就是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這三個 這個因素是最多的 那麼不外乎就是 中間有變化 然後 價格問題 然後 供期問題 這個正義最多 那麼這些因素呢 最主要 還是來自於 原來的 設計或是發包的時候 用地或設計的部分 是不是 符合這個實地狀況 那麼 才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應該要從前面這邊 那麼設計的部分 來加以這個 事先該做的 用地取得 或這個相關地址的了解 要加以了解之後 那麼來做設計彩繪 一再產生這些啊 問題跟狀況 那是不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有 效率不張 督導不力的狀況呢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 改善的計畫 來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指教 那這個部分 主要是在於 執行主辦機關 他的這一個準備工作 執行工作 也沒有徹底 那麼工程會的角色就是 怎麼樣來 這個提醒 那麼來列管來督導要求改善 怎麼樣提醒 怎麼樣督導 怎麼樣改善啊 我們現在像 例如現在發現這一個 發包不順利 我們就會加以了解什麼原因 例如他有這一個 變更設計狀況 那麼工程進度的延宕 我們會加以了解原因在哪裡 一方面協助解決 一方面避免未來再發生 吳主委 我們機關啊 辦理公共工程 從預算的編列 工程的規劃 設計 到招標施作 其實都是緩緩相扣 那我們一開始 主委剛才也說到 對於相關重大公共工程的前置作業 如果一開始就能夠謹慎的計畫 後續的施作 就會減少變更設計的次數 那相關的 一開始能夠謹慎的計畫 主委也提到相關的前置作業 要嚴謹的話 才能夠避免相關的變更設計 供期展延 以及追加金額 這些為人詬病的狀況 那我們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去督促他們能夠在前置作業相關的計畫的 這樣的一個籌設階段 就能做好應該有的這些作為呢 那這個部分現在 我們已經在進行的是 從計畫階段 到編列預算 到這一個 他的這個發包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要做一個連結 做一個檢視 那麼才能夠後續 都要檢視 那變更設計 如何去防止呢 就是你事先 該想到的 該去調查 考慮到的因素都必須去把它調查清楚 那麼比較衝促的就 造成這樣的一個發包 然後來產生一大堆的後遺症 那相關預算如何 精確的編列呢 避免追加預算呢 那這個部分現在 我們做一個很重大的調整 就是從計畫階段 到編列預算 就要考慮清楚 你要的是什麼 要很清楚 然後呢 後續才能夠加以 編列預算 來基於來後續發包施工 主委我們現在公共工程委員會 應該是有按時公告 並且追蹤啊 相關 變更設計啊 太多次 以及公期展延過長 以及追加金額過多的案件 我們都有具體的這樣的一個列管嘛 對不對 都有 剛才在之前我列出了五樣的重大公共工程 就是啊追加金額高達兩億以上 那這些列管的狀況是如何呢 簡單說明一下 那這些部分 那麼都是從他的這個 相關的 比如說 像我們列管的這個案件 有的該環評沒有環評 發包之後他也不能動 那麼有的人 是在於設計階段 他就沒有考慮清楚 那麼有的呢 設計跟計畫的連結沒有 比方說 我常常說 你計畫編列預算 要買的是國產車 結果你的發包採購 是用的是進口車 當然就不夠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要一個 全生命週期 來做一個管控 讓他能夠反反相扣把它連結起來 那對於這些 重大的公共工程 那公共工程委員會的管考 是必須要落實 因為今天公共工程委員會 對於這些相關的問題 不是抱著看戲的態度 來面對處理 我們對於相關案件的 列管、考核、追蹤 都必須要落實 更重要的是在於 相關的公企展延 追加預算 變更設計這些問題 產生的源頭 就必須要能夠去 精確地來處理 所以說我們除了追蹤 跟公告 定期的公共建設的督導匯報 還要必須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 那對於這些列管的追加兩億以上的 重大公共工程相關的問題 那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他們 有什麼督促改善的一個狀況 因為有很多的工程 公企一再的展延 預算一再的追加 這個政府啊 的威信啊 人民是會沒有信心的 來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我會 將來會透過我每一個月 都由我親自主持的督導匯報 會有這種現象 會主要來檢討 那麼來要求改善 必要時追究責任 好 追究責任是最重要的 主委我們現在來看 重大公共工程啊 面對目前疫情的狀況 公共工程啊 尤其是重大的公共工程 是內需擴大的一個火車頭 那疫情當前啊 這個重大的公共工程 是不能延宕的 所以我們相關的 擴大內需公共工程啊 是必須要加速的推動 那加速的措施有什麼 來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行政院司委員長 已經要求國安會跟我這邊 全力的來加速推動 也訂定了相關的獎勵的規定 那麼鼓勵同仁 那麼加速推動 給予這一個相關的獎勵 另外對於疫情影響的部分 那麼目前來講 量還不是很大 那麼所以我們的這個公共工程的推動 還是全力的在進行當中 會來實際上 相關的重大公共工程的推動 能不能提前發包以及加速執行啊 這是公共工程委員會一個重要的責任 來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說 能夠提早就盡量提早 甚至於下個年度能夠提早盡量提早來做 我們現在已經主案在清點 那就是必須公共工程委員會要盤挺 可以加速執行的計畫 或者是標案嘛 而且要必須提出具體的不管是相關的設計計畫 招標等等有具體針對個人或是團體啊 有相關的獎勵措施 而且必須要分工以及績效的追蹤 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的責任是很重大 好的 那我們也希望主委必須要提出具體的作為 好 我們對於一再的變更設計 對於公企一再的展延 對於預算一再的追加 國人真的是看了 是非常的不能接受 這個應該要去督促相關的公共工程的品質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謝謝趙正宇委員 現在請魯明哲委員發言 請主席邀請一下我們吳主委 請吳主委 吳主委 你好 這個今天其實我們主要討論採購法 採購法我記憶非常深刻 因為民國87年8月1號 我投入第一次擔任中立市市民代表 踏進政治領域 剛好那一年的5月27號 實施採購法 所以這21年來 我大概是完整在政府的從基層的機構到現在的中央 能夠體會 從剛開始通過那幾年的混亂起 基層的人員 沒人搞得懂 什麼是採購法 要怎麼實施 然後過去留下了很多的老規矩 他們還不肯放棄 然後也看到最後這幾年 我們透過採購法的修修補補 影響比較新的一個時代 相關的一個法規 也不斷在調整 不過有些老問題 老問題我這邊想跟我們主委討論一下 因為事實上在去年5月22號 我們對於採購法 也做了一些修訂 那當中其中101條跟103條 101條就是刊登公報 這種不良的廠商 其實一般的規矩的廠商還蠻怕這個的 但是我們看了一下 今天我主要的問題 就是一直存在的 絕大部分 我們看到做工程的廠商 我們都認為是實實在在 規規矩矩 將本求利 這種廠商 我覺得九成多 但是我相信 主委碰過更多 有些做工程真的做得2266的 可是奇怪 要跟你打官司要去辯論 他弄得真的大家非常非常辛苦 那這一次我們在修訂過程中 我們看了 有15種情況 我們把它認定 它是應該屬於違規或者不良的廠商 我們會把它刊登公報 甚至有一個累進的一個處罰規定 如果沒有判刑 我們行政也有一些處罰嘛對不對 可是因為現在中間有七條 你們其中的一個要件 後面就是情節重大者 當然 你要把它一次定清楚 我也覺得 每一個工程的情況 事實上不太一樣 但是你們這樣的一個定義 在過去20年的一個經驗 能不能把這些情節重大者 每一個項目 以你過去的經驗 跟各層級的機關別 能不能有一些準則細則出來 因為情節重大者真的是 不明確的一個法律的一個名詞 那當然也代表了更多的行政裁量權 但是這個這個採量權 到了基層的採購機關 是非常大的困擾 他們根本 無從或者不敢去判定認定 什麼是情節重大者 所以我想這個主委 你要不要說一下 就是說 在這麼多項裡面 過去21年的經驗 在情節重大者 能不能定一個規範 或說準則 讓我們地方政府相關的採購人員 可以參考 謝謝委員的指教 這個部分 我特別說明 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為什麼把這個部分 做這樣一個情節重大的一個考量 因為你看到這些都是違約的行為 那違約的行為 都是機關 各個機關在認定 那以前的太僵化 一有什麼狀況 就是直接就除了 也會冤枉一些狀況出來 所以才會說 這個部分做一些 比較橫勤看狀況 做一些處理 那麼讓機關有所 這一個 做一個彈性的一個 就他的狀況 做一個判斷 主要是這樣來的 主委 我是建議你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 當法治變成人治的時候 我知道它有它的困難 所以你給不同的機關 不同的彈性 但是如果類似的案例 在不同的機關 彈出來的彈性 一個在天花板 一個在地板的時候 我覺得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們基本的SOP 準則 我是覺得你們要去建立的 有沒有朝這個方向 去各個情況 情節重大 或者收集各地的情報 該怎麼樣去做 我了解委員的意思 那這個部分的認定 現在法律裡面也要求機關 要組成一個審查小組去集體認定 而不是由個人去判斷 那麼避免增加個人的負擔 第一個 那第二個委員擔心了說 這樣的認定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通盤性的 一個指導原則 對 這個我們可以來做 你們來研究 希望這個原則 能夠盡快出來 當然在103條裡面 因為有些沒有被判刑 那你們現在有一些 算是行政的一個財閥權 大概累進加重處罰的一個制度 大概三個月六個月一年 看它的一個狀況如何 我說真的 我做中立市市長的時候 碰過一兩家廠商 基層的困擾是 這家出了問題 但是它工程合約 它又剛好你又砍不掉它 那個爛馬路繼續在鋪 然後跟你在行政訴訟 弄來弄去一弄 一年過了 然後一年過了也不知道 它就繼續在做 那過去連這個行政財閥都沒有 那它繼續在招標 所以像這樣的有一些 好的廠商 絕大部分 我們全力支持嘛 但是有些法令好 我是覺得像有一些 不斷的在 運用這樣的法律漏洞 它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工程的品質 我們希望 這個該刊登公報的 我就覺得要 從言辦理 從言辦理 希望我們不良廠商 能夠逐步減少 因為我覺得有些廠商奇怪 它也不怕 去公共工程委員會協調 好像去哪裡協調 它好像是有專家一樣 面中廠商 我們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另外 有兩個建議案 你們參考一下 因為走訪基層 遇到了幾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 因為不是 母法 採購法的問題 所以要拜託你們 內部討論 是不是能夠修正 待會提供給你們資料 第一種情況 就是 如果 按照我們 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計費辦法裡面 第二九條第三項 針對於工程 你沒有底標 或者評審委員會 沒有建議金額的部分 怎麼算 這個技術服務 設計建造廠商 怎麼給它錢 因為 它要拿多少錢 看它做大做小 所以它跟建造費用有聯動 那現在你們這樣的 如果沒有底價 就乘以百分之九十 它過去可能 訂定這樣的一個 計費辦法 是一個 兩法美意喔 但是現在 因為非常多的工程 在桃園也好 很多的工程 二十億三十億 它根本是用最有力標 最有力標 它就屬於這樣的 它也符合這個 沒有底價一個部分 那怎麼辦 所以當廠商幾乎是原價三十億 建造廠商最後三十億得標 可是 技術服務廠商 建造廠商 它只能乘以百分之九十 再乘以它的趴數 那我這樣 這種感覺是什麼 因為已經有兩個案子 在桃園 本來有國外的廠商 要來參與設計 也因為像這樣的 的一個 他們覺得不太公平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去研究一下 針對於 像現在地方遇到這種情況 是不是 能夠 透過你們 來 不管是修改 這個計費辦法 能夠讓真正的 優質的 甚至世界廠商 能夠走進台灣 好不好 這部分我們的了解 再檢討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請陳歐破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邀請吳主委 請吳主委 這句話沒有錯 但是 確實有很多 因為 整個疫情的關係 不管是沙士也好 或人工也好 或是一些設備 或是一些原料物被斷掉了 確實 市面上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是受到影響的 雖然持續推動東東 但是呢 公期 未來 計算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在昨天 我就受到一個陳情案 就是因為他的外籍人士 沒辦法進來 那個是桃園面流場的 他們可能需要外籍人士進來 那現在 外籍人士不願進來是一回事 也沒辦法進來 也是 確實的事情 所以我想 未來這個 我們工程會 預期之後 到整個工程的完工過程 會有很多的糾紛 我在這裡先提出來 跟主委報告 那我想說 未來怎麼因應 這些 公期是不是可以展延 或是可不可以停工 將來會有很多的 類似方面的一個 業者上面有一些需求 那大家受到影響 包括 這個 整個 技術人員 這些都會影響到整個公期 我想 我們可能要 同理心來 面對這個 一起 是前面性的在影響 我想也請 那個公共工程人員會 類似這方面的案子 能夠 積極的面對 來處理 那我很感謝昨天我 聯絡嚴護主委 就協調一個事情 把這個事情協調好了 但是我最近也發現到很多的案子 就是因為老債的問題 這是我們這些 可能是採購法的一些相關問題 我上次也跟主委提過 我們台北港S8碼頭 建設 這個建設 九次標 沒有人來投標 那我基於說 這個 尊重我們那個 公司的營運自主跟 客戶的一些需求 我們也不做 這個很深入的去了解 我們只是請他來說明 可是港務公司 用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我覺得我聽不下去 為什麼你九次標 標萬從第一標 第三標是14億 4千5百萬 到第九標16億3千 16.33億 這樣的工程經費增加 但是人家仍然不願意來投標 而且你S9已經做好了 S9因為廠商虧錢 大家不敢去那邊工作 是因為裡面的港區 抽砂裡面的東西太複雜 有大小石頭 有其他雜物金屬 各種都有 所以他機器設備 或者是抽砂作業 其實我們訂的底價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主委 真的這個個案 因為重大工程延宕 跟我們工工工程 是不是真的這個案 能夠調查清楚 給我一個報告好不好 這個真的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我們再來 對 因為我想 他們也講不清楚 我也不能接受 第三個 我想說 根據我們工程會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近三年來 受理了很多調節的案子 我也知道我們調成成功的比例滿高的 八成多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前三名的類型 第一個是計價爭議 第二個是疫情罰款的爭議 第三個是驗收階段的爭議 大概分這些三類 大概就是前三名 那最嚴重的就是計價整理 這跟我們採購法也有關係 所以 照理講說 這個 他們 大家都應該 有一段的時間去計價 然後去評估這個案子 我能不能算 或是我們公家單位也應該 就是 這是有經驗的嘛 為什麼整理那麼多 所以我想說這個 請教主委 機關跟廠商 他們都說這個 都依合約在旅行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計價的爭議 在出現 這個 我覺得 搞不清楚這個 到底是真的裡面是怎麼樣 這個 有可能幾種情形 一個就是 合約 或設計內容 訂定規定的 不夠明確 這個第一個 那延伸出來 就會產生 認知上的差異 那麼 就看法不同 因此產生爭議 那麼這個部分呢 那麼如果機關 能夠很客觀 對於做一個處理 那就可以解決 萬一不能的話 就產生出來 那麼 所以 因為這樣 我在工程會 其實我走到哪裡 我都會有一個機制 諮詢的機制 跟他們做一個 免費 不是這個 法定的調節 或相關規定 跟你 釐清結果 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跟你很負責任的告訴你 他就敢做 所以這個方面 都是機關上 跟廠商之間的一個 認知上的差異的問題 對 我們現在這幾年 因為我待在交通委員會 這幾年 我看到我們 公共工程委員會 同仁的努力 調解成功 比例百分之八十幾 所以我常常跟業主 跟廠商 不管是 我們是政府單位 政府機關 或者是 國營事業 我都要求這兩個 其實就是 大家 要相信我們 公共工程委員會 的調節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去仲裁 千萬不要走上這個訴訟 因為訴訟 其實法院的法官 對公共工程 這個 不要說他的採購法 其他的 公共工程的實務面 他們都不了解 所以 往往判決的結果 是其實 法院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合理性 是受質疑的 所以我是建議 就是說 避免 這個 這些糾紛 我們盡量採 調節 那 樹立我們的權威跟公正性 因為其實我們是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 這個 這個單位 有他的權威 政府單位 這一點我跟你肯定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 重大 重大金額 其實 其實我都建議 採這個最有力標 過去 這個最低標 確實 把一些公共工程品質 跟公期都援宕了 那最有力標 我們可以選擇 優良的廠商 所以我很贊成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辦理的一些金子獎 或者是 有些金安獎 有些金路獎 有很多這樣類似 可以讓良幣 欺足 劣幣的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這個方式 我是想建立主委 這個 像 像有些案子 如果說 真的都是有問題的 你就 瞭解他們做 最有力標的方式 來湊處理 避免說 連人 剛剛講 連人家投標都不用 九次都沒有人家去投標 不斷的提高 它的底價 那個工程的費用 但是呢 依然沒有人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溝通 沒有去 建立一個機制 其實我很希望說 讓一些好的廠商 跟機關 維持一個 朋友夥伴的關係 你不好我們就可以剔除掉 那 我不要讓這些 為了搶標 得標的公司 造成 為了搶標 所以把工程的延宕 品質也破壞掉 所以我想說 既然我們 民進黨在 在小燕總統執政期間 我們把整個工工程的採購 我們放寬為最有力標的方式來鼓勵 這個就是我們正確的方向 就要堅持 我是想說要堅持 因為我看起來是比以前好很多 這個工程的糾紛比較少 好 所以請主委 這個 這個機會讓你表達一下 是不是 把這個 我們政府的政策講一下 我覺得 我們在整個檢討過程當中發現 很大問題出現在設計這個階段 不一定價格 它設計裡面的內容的不合理性 也會造成人家不敢來投票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正在加強當中 好 那我這個個案就交給主委 請繼續了解 好 謝謝 現在 請何欣存委員發言 謝謝 趙偉 大家好 我們請主委 請吳主委 主委好 主委你好 主委好 我們今天是審這個政府採購法 那政府採購法去年曾經修過一次 那去年修其中有一項是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做的 尤其這一次的防疫 武漢肺炎的防疫的一個措施 我記得上次三月份你來本委員會的時候 我就跟你提醒過 這個一定要做 那我看到 你在二月二十號的時候 也有行文給各機關 包括地方政府各機關 要求他們要進行防疫措施 那我咨詢完之後三月二十號你也有行文 我先說謝謝你有行文 但是我覺得光是行文還是不夠的 為什麼不夠 主委你知道你們公共工程委員會上面的網站 你有去看過嗎 防疫是不是我們也應該做了事 是嗎對不對主委 你點頭了 但是我從我上次三月份質詢 我一直在提醒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們這一次因為武漢肺炎疫情 那行政院要求所有的公共工程 第一個要加速進行 第二個要提早進行 第三個要擴大內需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我們公共工程主要的業務要去督導 那既然在這樣督導之下 我們又開放或者是說勞動部又降低 過去要百億以上的工程經費的一個外勞的聘請人數 現在降低為一億以上的公共工程 就可以專案的申請外勞進來 我上次也提醒過公共工程委員會 勞動部這樣子修改之後 我們的外籍移工外籍勞工一定是大幅增加 我剛剛有聽到其他的委員有掌握這個數字 原來四千多位外勞 現在又增加了一千多位的外勞 是你們提供的數字對不對 那既然在我們公共工程的建設裡面 有那麼多的一個外籍勞工 我就一直在提醒主委 我們針對公共工程裡面 這些外籍勞工的這個防疫的措施 你不要認為只是勞動部的事啊 你不要讓我們的公共建設 公共工程成為防疫的破口 你知道新加坡這一週來 為什麼他的這個確診的病例大幅增加 他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 外籍勞工的宿舍的一個群聚感染 那我一直在問說 主委你們在公共工程的防疫超前部署有沒有 沒有耶 主委 沒有耶 你去看你們的網站 只有行政院跟防疫中心的新聞稿 跟相關的資訊 你們並沒有針對 你們多島的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裡面到底要有什麼樣的一個防疫措施 要怎麼樣的提供意見指引 沒有 你的公文裡面叫什麼 詢問給各機關單位 請大家自行上網去看防疫中心的網站 宣導 你只給他一個網站的一個 這個那個叫什麼 網址 然後叫他們自己去看 那我請教一下公共工程或是公共建設裡面的 不管是本級勞工或是外籍勞工的一個防疫措施 我同意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是 但是呢 我們會這個要求機關是依照 我們不是自己再另外訂定 依照指揮中心的要求去落實 主委 不是說你自己訂定 我今天要求你的是 你要跟防疫中心 你要跟勞動部 你要跨部會的去 協商 有一個方案來做防疫的超前部署 你的責任是什麼 我不要因為公共工程裡面有一個外籍移工 或者是本地勞工要是有一個確診 延宕的公共建設公共工程的進度 那也不是違背了行政院給你的一個 要求要加快加強要趕快做超前進度的一個 這樣子的政策方向嗎 不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我在看了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有的資料裡面 你們完全不把防疫當做一回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 公共工工程不是公共建設公共工工程不是你們是專家嗎 所有的公共工程的執行細節跟專業技術方面不是你們是專家嗎 雖然防疫的一些 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的一些防疫中心的措施你們不是專家 但是公共工程公共建設就是你們公共工程委員會在督導嘛 在查核嘛 機查嘛 查核我們有列入查核 但是你有告訴各行政機關各地方政府各機關說 那我這個防疫的查核的 是要查核什麼東西 是要查核什麼東西 諸位 我尋騙了你們網路上的所有資訊 包括你們給我的書面資料 沒有欸 你們只下了一個公文告訴各機關 說你們要遵循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在公共工程裡面的一個落實到底是怎麼樣落實 你們沒有任何資料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要我們把具體的作為 是嗎 我只有一個重點 如果在你的公共工程裡面 如果有一個確診 你的公共建設是不是就延宕了 一定是的 所以你們不能只把我公共工程 我因為當作我只是一個公共工程的 技術的專業提供 工程品質的一個考核 集合而已 你們還可以做了更多 防疫是跨部會 防疫是政府各機關 大家都一起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來防疫的不是嗎 不能有一個破口 如果有一個破口 那就壞了台灣防疫的成績 跟口碑 所以你當然也有責任 你當然有責任 可是從三月我質詢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委也好副主委也好 哪一個 承辦單位 有跟勞動部開會過嗎 沒有 有跟防疫中心提起說 是不是請防疫中心來專業 告訴我們 我們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裡面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查核防疫措施 還有營造業 所有的公共工程施工的是誰 營造業 包上到底有沒有落實有沒有做到 這個部分是主委我要求你做的可是你從三月到現在一個月過去了 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動作 我們有做不是沒有做是沒有像委員講到的把具體的做法把它再呈現出來 對嗎因為你讓我不是你的東西不是你的業務 不是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不然你的任務說那就是勞動部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那是衛生福利部的問題 是一個表達呈現的問題 我們會來把它具體 是嗎 所以我拜託主委好不好 我再給你時間而且要快 你的防疫超前部署 我如果說那天現在叫做農業已經落後了 因為你完全都到現在還沒有 其實早就在做的不是沒有做 可是我看不到你怎麼作為啊 你也沒有具體的措施啊 你也沒有告訴地方政府各執行單位到底該怎麼做啊 那你有去問過一下勞動部說 那勞動部在這個職業衛生安全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去要求你公共工程的包商 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那你給我一個書面資料 我要看說你跟勞動部問出來是怎麼做 好 做的徹不徹底有沒有落實 好 好不好 我希望再趕快趕快趕快啦 好不好 主委 謝謝 好 謝謝何委員 現在請陳樹葉委員發言 等一下 邱顯治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休息十分鐘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吳主委 請吳主委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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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第96条的条文是在鼓励我们这个工程这个产商使用我们的环保的一些产品嘛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优先采购环保产品也是这个国际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资源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那目前我针对这个回收再利用的部分来请教主委就是有关这个下水到污泥的这个部分 那就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下水到污泥的部分 目前我们的处理方式几乎将近七成就是用这个卫生掩埋的方式 然后有26.2%左右是进这个氛化场 那在回收利用的比例非常的低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其他的国家包括这个日本 他们对这个下水到污泥的这个回收再利用 都有很好的一个技术 那在这个部分我不晓得主委有没有去关注到这个议题 就是目前有关国内这个下水到污泥的回收再利用的情形 我不晓得说主委有没有去关心到这个议题 这个部分我还要再进一步再了解一下 所以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就对了 好没关系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因为目前其实国内有一些业者 就是希望就是将这个下水到污泥能够回收再利用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下水到污泥的回收再利用 它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可以燃料化 一个是材料化 那这材料化的部分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类别 包括就是可以做堆肥也好 或者是培养土 或者是砖类的制品 或者是水泥 清脂骨材 或者是管工回田的材料等等 这个是相关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些有一些部分是跟我们工程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是运用在工程上的话 应该也是跟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有相关嘛 是不是 我们在材质的利用上 是不是符合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个建筑材料 我们公共工程这边应该是要有相关的规范 是不是 这个应该是执行机关它的相关的规定 那购案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进一步了解 执行机关你是说采购的机关 可是在材质上我们公共工程这边应该是要有相关的规范 在就是工程的招标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纳入这个合约规范吧 这个是执行机关他该去订定的 那我们这边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提供相关的法规跟规范吗 我们可以来了解之后来提供 是我想这个很多的这个回收在利用 这个部分当然可以降低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压力嘛 因为这些是属于可利用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说没有污染性的 然后都是进入这个焚化炉或者是掩埋场 这个容量真的是会负荷不了 当然对整个地球环境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整个绿能方向或者是整个国际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应该要有比较积极的一个作为 是不是 好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加以了解来注意 是因为我看主委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刚刚这样子好像都是要业主机关去规范什么的 那你在你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你的态度好像不是很积极 不是它这个是一个个案的工程的内容项目 那工程会不可能去做到这么细 这个应该不是个案的工程内容 因为比如说一个它制成的回收再利用的材质 如果说是透水砖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建筑砖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符合我们的相关的工程使用 应该也是我们这边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吧 一个规范 个别机关它的采购项目的工程的规定是他们要定的 工程会不可能去定到这个部分 是那工程会没有办法定 可是说在通就是整体上 就是说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工程会应该是要有比较积极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吧 这样才能够促进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 可以这个部分的方向是对的 而且它的必要性 那么到底他们采购机关 也没有这样再进行 或进行的结果怎么样 那工程会可以来加以了解跟协助或推动 其实采购机关是不是会使用 通常也是会看政府的政策 中央相关的政策来走 如果说我们中央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方向跟政策 当然才会促成机关去使用相关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材质吗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进行 是那我因为这个部分我想很多政策 政府的政策每个机关每个部会应该都是要有横向的联系 而且是息息相关的 一定不是各自为证的 因为像这个回收再利用的末端就是运用到建筑材料上 那它前端就是在污水处理的这部分 这个是属于营建署的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也看到营建署他们也是很用心的一直在往这个下水到污泥 能够再回收利用这个方向一直去做push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宜兰也设立了一个示范的一个计划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进行污泥的一个材料化之后 再利用技术的研发 那他们这个技术就是说将污泥立化之后 可以运用在这个公共工程这个道路集配的方面 那如果说像这样子一个方向 主委您支持吗 这个我支持 支持 所以我还是回归到刚开始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在这个下水到污泥的一个回收再利用 这样子一个方向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一个正向的一个态度 我想这应该是整体的 好这个部分你们可以来进行 好谢谢 那另外就是 其实在公共工程方面 很多委员我想关注的就是这个争议工程 这个履约争议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看到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一个资料 当然在主委上任以来 我们看到在解除争议的这个部分 确实绩效也提升了很多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也能够未来 就是说让我们的厂商的权益 争议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也好 那当然相对之下 这个争议减少也是能够让工程的一个进度 不会受到这个延宕了 所以在上次有跟主委提到的这个区块链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区块链的一个资料库 让我们的厂商 公共工程得标的厂商跟中下游报商之间 不管是他们的履约的进度 还有资金的流向都能够公开透明来降低这个争议 我不想说这个部分主委会后进行的进度如何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网站上 网路上面已经加强这方面的资料的提供 会加强来这个主动了解 以前是只有他被动他的提供 发现很多厂商他不愿意提供 那我们主动来加强了解 目前已经有开始进行主动的了解 是 好 那谢谢主委 好谢谢 谢谢陈委员 在这边也谢谢邱显志委员 体量主委跟我年纪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先进行休息 休息 我们先进行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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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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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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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事实在 我们 感 请 咱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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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部分也拜託,我們主委後續跟我們工程會相關的人員 這個可以不斷地去做累積的統計資料跟比較 當我們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台灣的工程品質更好 那也不要真的是劣幣驅逐良幣 我們可以現在發現全國很多地方最低標都出問題 做不下去嘛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說我們工程會辛苦一點 那當然就是說,在四月底你們可以把這個先列入 具體的欄位上面,我也在這邊先表示感謝 就是說我們做事情的確是有按部就班,的確是有實事求是 這部分先謝謝主委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光顏公司這個案子,主委不知道知不知道 之前 又有委員諮詢過 那就是說 這家公司 在台銀 已經列為不合格有問題的廠商 然後移民署又繼續讓這家廠商得標 然後呢 當時主委的回答也是認為這個不應該嘛對不對 那主委說我會來了解對不對 那了解的情況到底問題出在哪裡,主委知不知道 如果已經我們了解之後,他在上網之後,他還決標給他 已經壓住他,應該要解約掉 現在已經解約了 我現在是在檢討這個系統 就是說 台銀講法是我已經有上網了 所以我盡到我的責任 那移民署說我上網的時候沒有看到 那第一個 到底是誰說謊 應該照標機關,如果有上網之後照標機關要負責任 所以 你認為是移民署要負責任 對啊 OK 好 那負責任要怎麼負責任啊 後續要怎麼處理啊 他如果沒有特殊的必須 繼續保留決標的話 就應該要撤銷決標 他已經撤銷了嘛 對啊 只要撤銷就好了嗎 那這個採購程序我都可以這樣子搞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主委工程會是不是需要有蘿蔔或者是棒子 那如果交他撤銷就撤銷 那事情太好辦了 那每一件如果我公務員想做什麼手腳 我就通通讓人家標了 被發現問題我在撤銷 那不是很簡單嗎 那我們的公平的機制在哪裡 我們的一個要求工程品質的機制到底在哪裡 那據我所知啦 我想拜託主委再了解深入一點 台唐台影是說他有上網 那移民署呢 是表示說他有上網沒看到 好 所以我不知道真相 我希望這個部分工程會是不是可以真的去了解清楚 所以一個 第一種情況是兩個人有一個人說謊 第二種情況 我們系統 登陸是不是有問題 也就是說其實我要去檢討的就是說 在108年 5月22日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也要求我們採購法 這個系統呢 運作呢 必須要把它定得更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呢 是109年2月24日的案子 也就是說總統要求我們這個部分要做得更好 不良廠商要擋下 但是我們系統的運作 是不是出了問題 我現在不敢說哪個環節出問題 主委知道我意思嗎 了解 到底是有人說謊 還是沒人說謊 還是系統出問題 如果系統出問題 當然我們要檢討的是系統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需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 據說啦 我再講一下 據說工程會給我們的秘書回答是 那個系統是外包給中華電信 外包給誰都不管 都無所謂 我們要的是品質 這個品質好不好 總不能說這是外包的 所以品質好不好跟我都沒關啊 品質好不好是我外包的單位 我工程會要負責啊 所以我這件事情呢 希望主委再請我們相關的人員 去了解就是說 到底是有沒有人說謊 有說謊就要究責啊 沒有人說謊是不是系統的問題 那系統如果問題 當然系統要改善啊 像這個部分不能說我外包給誰 就沒有我的事啦 好不好 我們來檢討 來查明真相 該主問就主問 是的 我們希望說主委可以把這個 我是擔心是系統出問題 那系統出問題它就不只一件 它會有很多件 那該該該該查處要查 好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 特別是系統 要特別的查清楚 好 好不好 好拜託主委 好謝謝 現在請劉兆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主席我們可以請主委 請主委 劉委你好 主委好主委 我們現在對公共工程的履約正義 我們設有一些 相關的申訴審議的規則 相關的規則 對 那如果照現行來 現行來講 我們當然就是審議機關 他會提出一個方案 希望看兩兆都會不會 可以統一的一個調處的方案 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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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互必要互相退讓 協調大概都不會成 不成我們再提出 你就是第三方機關 審議機關提出個方案 對 但這個方案其實也沒有強制力 對 也要兩方都同意 都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看 你說你們所列的一個 這樣的數字 以108年為例來講 公共工程衛生 受理調節的案件是 697件 如果我們合併六都的話 是1050件 然後我們結案的數字是 1208件 因為有去年的 可能有隔年度的 所以看起來結案數是 好像效率還蠻大 就是收案結案 所以比例上是蠻高的 但是因為那個結案是 我們剛有提過 提出來的 調處的一個方案 要兩兆都同意 但是你們有沒有統計 其實你們這個數字裡面 要去說明清楚說 你們提出來方案 兩兆都同意的 見數是多少 比例是多高 因為兩兆 要嘛兩方都不同意 要嘛其中一方不同意 這個也 就也調處不成功 這個對你們來講 也算結案了啦 因為我已經做 我應該要做 我就提出一個 一個建議嘛 但兩兆裡面其中一兆 或兩兆都不同意啊 所以看起來結案數字高 但是不代表說 這個事情已經解決了 我不知道幕僚單位 有沒有提供你們 是詳細的數字有沒有 我們的 調節的成功率 是到70 108到78% 有這麼高啊 有 有 就雙方都同意 雙方都同意 那我們如果針對 針對的 所以下次你們提的這個數字裡面 要做一個 你不要只有寫結案的數字啦 應該包括條組成功的 那根據 如果條組不成功的時候 就 就可能要走到 訴訟的程序上面去了 條組不成功的 會先仲裁或訴訟 就是訴訟仲裁 就是反正就是要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程序嘛 那本席 在這裡就是希望 其實也包括這一次的 由於我們在修法的討論的內容裡面 就是提到 要來 是不是有一個 仲裁的 協助調解 協助調解這樣 那我看 工工程委員會的意見 應該是比較傾向維持現狀 對 是不是這樣 那你可不可以簡略的說明一下 你們認為說 維持現狀的主要的原因 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 仲裁的制度是在仲裁法裡面去規範 我們覺得不應該在採購法裡面去另做規範 那麼另外 對於調解的部分 我們會來努力 那麼仲裁的相關的規定 本來就有 那麼現在也可以用 所以應該也不需要再另外立法 所以你們認為說 其實就是維持現狀是會比較 記住現在的法令就可以用了 那本席在這裡 再來提出 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非常的多次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 工工程委會的後面 他應該的發展的方向 他看起來 我們如果組織再造的話 工工程委會的相關的業務 可能會分到其他的兩個部會去 然後工工程委員會 就要走路歷史 那當初我們在設立 公工程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賦予他一個 相當高的期待 我們簡單的講 我們希望 全國包括中央跟地方 跟公共工程有關係的 無論是招標的法令 技術的指導 如果裏約的爭議等等 我們都希望能夠給 工工程委員會來 俠管管轄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 做了應該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發現它事實上有困難 事實上有這樣的困難 因為工程委員本身 這個不是實際在做工程發包的 這樣的機構 而且對地方機關 或對中央機關 特別是地方機關 它基於地方自治的 這樣的準則 事實上你們也都只能做 行政上的建議跟指導 除非真的是有法律上的問題 不是這個想你也沒有那個約束力 雖然沒有那個約束力 那本席在這裡 也要請教主委 因為這是在工程界 是非常有相當的資歷 那後續 後續我們在相關的義務法令 法令跟這樣 拆成幾個部會之後 那你們針對這十來年的 在工工工程委員會的經驗 你認為在組織再造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 有這樣的經驗 事實上是可以傳承 讓我們整個 公共工程的品質 實上是可以再提升的 謝謝委員的關心這一塊 我個人的看法 那麼採購法的機制 現在已經二十年 事實上 它這樣的一個機制 包括採購的制度規定 以及正義的處理 事實上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這個東西是一定還要繼續下去 至於九十九年 為什麼要把這個機制廢掉 去工程會 那麼另外再做其他的這個處理 那即便是這樣 我覺得未來這個機制 還是應該要存在 就是未來這樣的機制還是要 應該要存在 我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討論組織再造 其實不是只有把 很簡單的把你們這樣相關的業務 分到其他部份 分到財政部 或者是其他交通部等等 這樣分開 或內政部這樣分開的而已 我們希望也累積過去 因為我們過去設立這樣一個獨立的機關 另外一個機關 其實我們有一個想法 所有的公共工程的相關的行政指導 或者是爭議或法令的解釋都能夠來這裡 好 那現在我們可能做那麼多的 我們在討論 當然現在還是一個機關 一個獨立性的機關 但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組織 我們認為說 今天可能有 要來拆開相關業務的必要性 我也期待說 我們工程委員可以累積過去 這十幾年來的經驗 十幾年來的經驗 把這樣的經驗能夠來傳承 或者在組織再造的時候 其實要來提出相關的一些看法 因為我們公共工程 在整個從招標等等 其實以前 從以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法律的規定 到我們現在有一個統一的法律的規定 其實一路走來 我們有很多的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 也其實也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遵循的 一個方向跟軌道 當然採購法當然會持續的下去 但是我是覺得說 管理機關的變更 也期待 主委在這部分 能夠發揮你的這樣的專長 在對後續的發展 能夠提出相關的一些看法 好 謝謝委員 那這個部分 我個人來看 是很不希望看到這個結果 但是現在已經立法通過 所以我才建議說 未來不要用拆散 整個去併到國發會 讓它整個可以繼續延續 就是公共城委會 相關的業務 就歸屬到國發會來做相關的 就用處理 那我覺得後續 我們可能也在 其實這對整個國家長期的發展來講 後續我們對 過去這 這十幾年來的發展 對我們 要有獎勵 也要有一些行政上的手段 那缺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在後續 這個組織再造的時候 也應該要來做一些檢討 對 好 謝謝 現在請陳焦華委員發言 主席好 我們請那個主委 請主委 主委你好 今天我們針對那個MIT的產品的部分 那請問就是 這些產品呢 是不是有一些是對環境會有不友善 那譬如說我們用很多塑膠袋 我們用很多那個便當盒 這個保利龍的 然後熱水去泡麵 然後我們就吃進去很多塑膠的高分子 那這些高分子 一般來講就是會歸類為這個環境荷爾蒙 就是有致癌的這個可能 所以這個環境不友善的商品 如果我們在MIT的產品裡面 是有這些對環境不友善的產品 那不知道公共工程委員會會不會支持這些產品 也列入綠色商品 那綠色商品我們在OECD1995的這個定義就是 為衡量預防限制 減少與矯正對水空氣土壤的環境損害 並處理與廢棄物噪音生態系統 相關問題所需生產之產品 服務或有關的活動 所以ISO14024也基於生命週期的考量 具體具整體環境優越性的產品 那這些產品也是低污染可回收省資源的一個綠色商品 所以在這裡本席就是支持MIT 但是就是MIT裡面如果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我們再給它納入這個綠色產品 不知道主委這邊可不可以支持 這個部分如果對相關的環境 那麼相關的這一個品質有幫助的這一個部分 當然工程會給予這一個尊重跟支持 但我們還是認為這樣的一個規定 不太適合在我們採購法裡面去訂定 對 就是採購的時候 綠色商品還是要比較對環境友善這樣的標準納入 好 謝謝 那再來就是公共工程委員會也有舉辦金紙獎 那金紙獎就是也頒發很多這個所謂工程完成 然後被以蘇澳那個也得過金紙獎 好像後來發生事故然後被追究 所以這個部分也受到一些嘲笑了 那在這裡就是說本席希望公共工程委員會也去多重視一些對生態友善的工程 那我不知道我們現在這個金紙獎的審查 審查委員裡面有沒有納入這些生態環保的一些委員 來 我們在金紙獎的評審裡面 我們各方面的專業的委員都會去考量 對 但是我們感覺就是說被評定為這個金紙獎的這個工程裡面 有一些減法工程 譬如說去水泥化 然後讓這個生態恢復 這個得獎的比例還是很低 所以這個部分也希望公共工程委員會這邊能夠重視 就是對生態友善的 好 再來就是有關 對 剛剛那個主委回答一下金紙獎這邊的評審 對這一方面的自然生態環境有益的這個相關的這種工程的概念 我們會繼續在金紙獎評審的時候 對 我們知道主委來自宜蘭 那宜蘭現在就是真的農地太多這個所謂的這個別墅 所以真的讓他失色不少 所以這個生態環境農地的保護 其實對觀光也是一個利多 很重要的 好 那再來我們再看一下一些 我們也知道公共工程會這幾年來有重視生態檢核 還有生態補償的機制 那在這裡就是有一個例子 譬如說那個蘭嶼 蘭嶼有這個文蝦湖 那因為野溪水泥化 目前只剩下200多隻 那台灣白海豚在西海岸 譬如說六親離島工業區的工程完成 填海造陸完成 那白海豚只剩下大約50隻 所以就是台灣很多工程 就是對生態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這邊呢 我不知道我們的公共工程 譬如說道路河川水泥化填海 填海造陸 那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可能的廢棄物填海的計畫 可能在醞釀中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審慎的去評估 這個利弊得失 那這些裡面是不是也會去考量一些生態補償的一些預算的機制 好請主委 好我想這方面的這一個非常的重要 對於生態環境的維護跟這個持續的這個維持 那麼我們將來在政策上面 那麼採購的相關的機關 會加以來提醒 甚至於教育 甚至於落實來執行 在獎勵的方面 我們會從這個金主獎上面的評審 來將來把它納入考量 好謝謝 謝謝 現在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不在 現在請孔文吉委員發言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不在 現在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委員不在 請李桂明委員發言 李桂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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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現在請李德偉委員發言 李德偉委員 李德偉委員 李德偉委員不在 現在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陳明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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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現在請邱毅寅委員發言 邱毅寅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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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現在請傅崑崎委員發言 请主委 会员你好 主委好 跟主委真的希望好好地来 探讨一下台湾这20年 在整个政治不稳定 也造成国家整体的发展 有太多的空转内耗 但是 实事求是做工程做建设的人 也应该要赶上脚步 不要让政治的混沌 去影响到国家建设的发展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对这个 吴主委 您过去 这样子实事求是 能够全面地来做好 岗位上的工作 也不怕任何 这些俗世媚语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些 民间团体的这些 厄于讽刺啊 能够好好的守稳 一个国家 这个工程员该做好的这样的一个 本分跟事务啊 本需要对您啊 过去的这些 推动政务啊 以及 带来地方的这些建设 所付出的这些心力啊 来表示肯定 但是今天吴主委啊 您再一次的 回到这个工程会 事实上工程会你要看它 到底是一个 在行政院里面重要的部会 还是一个小的单位 在本期看起来 其实工程会啊 是整个内阁 整个行政院最重要的 国家建设的引擎 其实在工程会 不管某某的民间的 所谓的挂来NGO的一些外衣 里面有特定的想法 阻碍了我们国家 这么多的建设 没有办法推动 现在我们看看啊 这20年世界的脉动 过去这么落后的 韩国 这么落后的东南亚国家 这么落后的中国大陆 现在建设 远远都已经超过台湾 要说环平环保 人家比我们更环保 但是人家不会 阿世媚俗 该做就做 所以我觉得吴主委 你真的是 要好好担当一些事情 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做 再延宕下去 人在功本好修行 我们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 怎么对得起我们台湾 代代而孙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低薪 两万多 因为国家的发展就是如此 韩国以前核期落后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还要世界银行的救助 本来国家都垮掉了 现在人家基本薪资是多少 早就超越台湾 而且根本不把台湾当一回事情 所以台湾几几乎从亚洲的光荣 现在变成亚洲落后的一个象征 我简单来讲 主委 我们现在 要请主委 要很明确的 让所有的公部门 所有的公职人员 要回复他们的荣誉感 过去在台湾草创初期 国民政府刚到台湾的时候 身为公职员 那真的是三代荣耀 现在一流的人才不进政府 三流的人或许考虑 人才不进政府 就是三流的政府 动辄得救 在这里主委 我要请问你一下 为什么现在全国各地方县市政府 动辄流标流标 发包就是流标 发包就是流标 流标个234564 以标仰标 反正天天游流标 流标 都很正常的事情 那国家的这些重要的建设 地方该有的这些发展 不断的一直在delay 是不是啊 我想 主委 数业有专攻 本期是不是请你 能够让公职人员 放心的 去做好该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完全用防闭的心理 做到没人敢做事情 明明要一百万的工程 设计建造 再到公职人员这里 再批示一下再改一下 就从八十万开始标 八十万开始标 流标 在九十万 在九十五万 在一百万 在过一百万的时候 才有人要来标 检掉司法单位 监察院 天天监察院吃饱 没事天天都要弄这些东西 搞到没有人敢做事情 没有流标个三次 就表示没有正当性 一次决标 好像就会声会饮 我觉得主委 这个国家要有救 你要出一点力 为什么设计建造 现在公职人员 已经不会设计建造 四十年前的工程师 公职人设计建造 所谓重大的桥梁 重大的水坝 才要委外去 其他全部都是政府单位 直接来做 现在全部要委外 公职人现在的公务员 只要天天做委外的工作就好了 委外以后呢 设计建造回来 竟然还可以流标 竟然委外设计建造 为什么还可以流标 财币都不知道给 还要给他设计建造费 设计建造费设计完 竟然还会流标 这不是笑话吗 连负责设计规划的人 都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 还要回来再流个三次 才看起来没有嫌疑 如果公务员这样子做事情 都要受到以贼的方式来对待 主委 请你表示一下意见 首先谢谢委员对工程会的鼓励 跟期待跟支持 第二个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这些现象 确实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么对于一些工程的 招标、流标的状况 我现在都亲自个案在检讨 结果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制度面的问题 从计划的拟定 到预算的边类 到刚刚讲设计 到发包 整个都是片段式的 没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考量 那么尤其在设计阶段 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在那边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从全生命周期来考量 来要求 必须要串联起来 从头到尾整个来这个要求 另外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工作 没有错 以前这一个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 都自己来设计、自己建造 现在是委托 那委托的公司呢 又不熟悉相关的业务跟内容 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又不太可行 无法发包 都有可能 我觉得非常严重 所以现在我从这个地方下手 应该从全面基本上去考量 主委啊 是不是 现在公职人员 找不到工作再来高考 一流的人才不进政府 到民间企业有的是高薪 到这里 当一个公务员领政不微波的薪水 还要受到各种的监控 但是现在 我们更重要的事情 公务员 现在的公务员 会不会设计规划 我们现在暂时不谈 这是国家整体的问题 人才没有办法招募 本席来是不是 请主委 您过去大量 全面的推动 从有力标来取代价格标 让不会低价抢标 然后再并跟设计 再来搞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直接 给能做的厂商来做 直接有力评选标 这是公共工程委员会大力推动 在民内任务推动了 让地方的工程比较多人为绝标 过去只要谁敢推有力标 马上情治单位就来 监察院也来了 所以大家全国各省市 全部是价格标 然后砍到建谷 然后再来追加预算 这事情怎么做在变更设计 所以现在 主委大力推动了 这个 合理的这个有力标以后 现在情况比较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本席在希望 我们工程会 还是要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是委外设计 监造 如果再推出来它设计的内容 如果还有流标 流标两次以上 是不是这个厂商就不得再来 一年内不得再来设计建造 这样子才不会啊 以标仰标 地方一再的 一再的流标 一再的流标 让我们国家整体的建设跟竞争力不断的下滑 主委这方面 是不是请你尽快的 尽快的 把相关的这些办法 把它订定出来 好吗 好 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 谢谢主委 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起飞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委 请主委 请吴主委 请吴主委 达成是当初设计目标 沦为文字馆 这是悲哀啦 但是公共工程会就是说 防范于未来之外 我要这个怎么样去这个亡羊补牢了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绿环境馆 在回话过程中 牵涉到环保署 牵涉到高中市政府 工程会做主管机关 能够定期的管控 他们提出的计划怎么样 都要报这个工程会来做一些审核嘛 希望他能够 做最好的这个利用 不要说这个跟当初 这个成立的这个设立的目标 有很大的出路 所以这部分 特别真的这个个案 再请这个 应该是工程管理处 何处长这边 能够定期的定期看一下 看这个进度怎么样 好 另外 跟主委讨论一下 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那么严重 中大公共工程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产业振兴的一个火车头 那你透过公共工程 移缓季级也好 或者是明年度可执行 可以拉到这个今年度来执行 我们工程会有没有做管控 各部会的重大的公共工程 移缓季级也好 或者移缓季级加上 明后年可以拉到今年来执行 这个预算规模大概有多少 这个部分非常谢谢 移缓季级的指教 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钢山这个案子 我们会继续来追踪 我会亲自来做一个督导 那有关这个疫情的影响工程的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行政院事院长 已经要求国外会跟我们这边 能够提早就提早 能够加速就加速来推动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有盘点相关机关了 那么对于可以提早加速的部分 那么大概一千六百 也一百六十亿 一千六百亿的这个金额 希望能够提早加速来推动 那么让在百业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 让公共工程能够顺利的来把它 这个所以说一千六百亿是今年可以发包的 就是可以提早来做的部分 就今年可以发包的 对对对 所以一千六百亿的规模 这个如果能够马上就会按照这个工程会的规划 例如马上发包执行 当然会带动产业的发展 因为公共工程牵涉到很多的行业 所以希望这个工程会能够全力去执行 那另外这个有关于这个申诉调解的部分 那工程会扮演这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管是你用调解 或者是这个你用这个 仲裁或者是用诉讼 我想这个作为一个处理机关 工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工程会最专业 那很多这个政府的部门 跟这个民间签进七月之后 对七月的认定跟执行会产生疑意 这个部分就会回到这个 请工程会协助 所以工程会协助的重大公共工程 我先请教主委 什么叫重大公共工程 我们在从采购的金额来看 两亿以上就是 那么这一个 就是属于巨额的工程 重大是不是五千万 五千万上面算重大 重大的话我们大概是在五千万以上的这个部分 在纳入我们的列管的这个范围 那么把它称为重大 我想问一个数据 就是过去十年 不管是你巨额 巨额是两亿嘛 那重大的定义是什么 重大有没有定义 重大公共工程是什么 是我们对于列管的一个区隔 好 不管是重大也好或者巨额 好 这些这个采购 这个走路这个调解 或者是这个仲裁的件数 过去十年大概有多少 这个部分在仲裁的部分 我这边数据没有 那么我们调解的部分 我们这边的106 107 108 大概分别都有四百件跟三百多件 所以一年差不多四百件 那个重大的工工程或者是巨额的这个采购 会因为这个合约旅行 必须要透过工程会来做这个调解 还不算仲裁了 先调解 对 那调解有没有针对这些进入调解的这些 中大工程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工程会来介入协调调解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契约相关文件的规定不明确 然后衍生出来假以双方的认定不同 那么产生了争议 这契约应该要最大程度的明确化 应该契约不要抽象 也不要这个太多模糊的空间或灰色地带嘛 照理说你各单位各行政部门 在这个做重大公共工程或者具合工程照片的时候 它理应有一个采购人员或者工程人员在做把关嘛 那为什么一年还有三四百件 这个就是这一个在设计的时候 发包的时候他们文件跟设计内容的完整性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这些执行采购的人员不够专业 包括设计在内 包括设计或者这个招标的过程 这些人员都不是很专业 所以才产生这个契约执行的这个认定问题嘛 对它后面产生一些 你觉得这个比例高不高啊 一年三四百件 我们的调节的达成率大概有七成五以上 我知道了 那是你们做事很成功 你们很专业 我是说 为什么会发生每年三四百件 需要贵会来做调节 这个部分就刚刚讲到的那一个部分之外 还涉及到 机关公务联员执行 跟厂商之间的一些认诸的问题 所以制度上怎么样去减少这些这个争议的案件 那你们当然你们这个就不用那么忙碌 每天都要做做调节 我是觉得三四百件 这个你不要说一般的公共工程 重大公共工程 巨额的都有三四百件了 那加上一般公共工程 恐怕要数以千 可以 这个比例算是很高 所以我拜托 在制度上面是不是可以降低 这个七月旅行的争议 从源头开始管控起 招标人员还有规划设计 能够更合理性 如果让它减少争议发生 我们来努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 登记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做以下决定 一 报告及寻导完毕 二 委员秋显志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三 委员于咨询中 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 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尽速与书面答复 针对今日的会议 做以下决议 一 讨论事项委员秋显 等十八人拟据政府采购法 第八十五条之一 及第八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 等两案令则齐继续审查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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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四位 四位 一山 三项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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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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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